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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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踏上环球飞行的旅程 而且是零燃油 零排放 昼夜不间断飞行 阳光动力2号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动力飞机 它的翼展有72米 72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比波音747的翼展还要宽3.5米 但是这么大的一架飞机它的重量却只有2300千克 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和我们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家用SUV重量相当 足见它的科技有多么的先进 我们的飞机是由3月9号在阿联酋的阿布沙比起飞 跨越阿拉伯海 到达印度 到达缅甸 现在来到了中国重庆 它的下一站是到南京 从南京开始呢 将是环球旅行当中最艰难的一个旅行 从南京飞到夏威夷五天五夜连续飞行 它的完成呢将是在八月底历经五个月 回到阿联酋的阿布沙比 实现这一次成功的全球旅行 一架普通的客机平均每小时耗油量为11吨 那么如果让它连续飞行五天五夜 消耗的燃油是1320吨 而阳光动力好 零燃油 零排放 且昼夜不间断飞行的环球旅行 听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而昼夜连续飞行也是多年来 人们对于太阳能飞机研究所遇到的瓶颈 可正是这架飞行期间不消耗任何发动机燃料 也不排放任何污染物的载人环保飞行器 实现了这一突破性的进展 也让它成为世界上第一架不使用矿物能源 进行昼夜飞行的飞机 驾驶阳光动力二号 你不需要一滴燃油 这是极具示范意义的全新做法 因为你不装载一滴燃油 却实现了环球飞行 这对于让人们知道 你可以用可再生能源 或者说清洁能源 来实现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这就是阳光动力二号的使命 它可以激励更多的人选择清洁能源 来共同促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与之前的太阳能飞机相比 阳光动力号是有人驾驶的飞机 从难度上来说 这几乎要打一个数量机 这不仅仅是在重量上增加一个飞行员的体重而已 还要加上为飞行员而设置的其他配套设施 比如厕所 食物 逃生系统等等 2010年7月 这架飞机完成了首次26小时昼夜飞行 成功飞越了两个大陆和美国全境 2011年作为特邀嘉宾 出席了巴黎勒布尔格航空航天波兰 2012年跨越地中海 到达拉巴特和瓦尔扎扎特 2013年分六段航程昼夜飞行横跨美国 2014年阳光动力二号 在瑞士西部城市塔耶那成功首飞 那么阳光动力号是如何同时实现昼夜长时间飞行 且又能载人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架阳光动力号 从外观上与普通飞机相比 有一对非常长的机翼 而正是在这对机翼中隐藏着昼夜飞行的秘密 原来机翼上装有1.2万对太阳能电池板 它们的作用是在白天飞行时 可将多余的太阳能电力储备到高性能蓄电池中 供夜间飞行使用 其翼展63.4米 与空客340型飞机相当 而重量只有1600千克 仅相当于一辆普通小汽车 飞机用超清碳纤维材料制成 为减轻飞机重量 架势基本是机械操纵 没有大量使用电子设备 甚至连机身都是贴薄膜 没有涂油漆 而之后升级版的阳光动力二号 飞机翼展更是达到了72米 并安装有17248块超薄高效太阳能电池板 总面积280平方米 为飞机上四个电动马达和可重复充电的锂电池提供电力 为了储备太阳能工业间飞行 飞机载有633千克的锂电池 飞机由碳纤维制成重2.3吨 为尽可能减轻重量 飞机上仅能坐一人 无风情况下 时速每小时70千米 顺风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多千米 最高可以飞至9000米高空 与阳光动力号相比 阳光动力二号配有卫生间 3.8立方米的单人驾驶舱 而也正是这些高科技装备的不断提升 最终让不依靠燃油且零排发的太阳飞机 实现可以在人的同时 能够昼夜不间断飞行的目标 这架飞机具有无限飞行的可能性 它可以夜间飞 连续飞一周甚至是一个月 所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以我作为飞行员的一个经验 它改变了我们对于巡航的时间概念 因为你不需要着急赶赴目的地 时间不再是限制航程的最大敌人 我驾驶这架飞机的时候 在白天黑夜的交替中 我可以和飞机产生很好的情感联动 在驾驶舱里建立家的感觉 因为它帮助你地域外部的低温缺氧等等 由于阳光动力号飞机诸多的高科技因素 再加上它需要连续昼夜不间断飞行的客观条件 因此对于驾驶它的飞行员的选择也是极为严苛的 安德烈·博尔什波格曾为瑞士空军服役25年 贝特兰德·皮卡德是著名的探险家 这两人不但是阳光计划的创始人 同时还是有着多年飞行经验的探险者 他们自然便是驾驶阳光动力号飞机的最佳人选 可就算是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飞行高手 要想成功驾驭阳光动力号 也必须要完成各种特殊的训练 我梦想能驾驶一架台湾能飞机已经16年了 所以在终于能驾驶上一架的时候 我已经无暇去想降落之后我要做什么 我要想的只有我此刻正在做的事情 享受驾驶一架不用燃油的飞机 你飞得越久能源反而越多 因为你正在收集来自太阳的能量 它既可以驱动你飞机的马达 同时也能够给飞机的电池充电 来保证你可以在夜间持续的飞行 所以这真的是一架神奇的飞机 这也是我们这架世界上唯一的飞机的特权 使用绝对纯净的驱动力 还好就是当你知道有几百万人在追随着你 因为他们关心情节能源 他们关心可再生能源 你能感受到你需要对它们负责 我甚至希望这20小时的飞行其实可以再久一些 安德里也可以告诉你们 我们俩是有多么享受这架特殊的革新的太阳龙动力飞机 2015年1月6日 阳光动力2号被拆解运往阿布扎比 72米长的机翼被拆成25块 并被装进8个木箱 抵达阿布扎比后 两辆大型起重机、数台插车 在几十名工作人员的调动操作下 将飞机部件移植机库 整个运输过程耗时六个小时 工作人员分成若干小组 紧盯着这些零部件 对飞机进行重新组装 以防止飞机的各部件出现故障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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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驾驶阳光动力二号从阿布扎比出发,由此开始他们的环球计划,飞机将经阿拉伯海,进入印度,缅甸,中国,然后跨越太平洋,前往美国,再飞往南欧和北飞,最终回到起点,实现最终的目标。 驾驶飞机跨越太平洋,以及接下来的跨越大西洋,这是我们环球航行中两个最长,也是最有挑战性的航程。 因为驾驶员需要独自连续驾驶飞机五天五夜,同时飞机还没有燃油动力,在空中停留如此之久,是没有任何人曾经实现过的,所以这将是我们环球航行中最受瞩目的。 我们需要跨越两个大洋,所以我们两个飞行员每人需要完成一个。 这次飞行的目的是测试阳光动力二号能否无间断飞行超过120小时,也就是五天五夜,确保可以飞越太平洋和大西洋。 2015年3月,阳光动力二号将从阿卜扎比启程,进行25天左右的环球飞行,之所以选择中东为起飞点,是看中了当地的低云条件。 两名飞行员计划进阿拉伯海,进入印度、缅甸、中国,然后跨越太平洋,前往美国,再飞往南欧和北飞,最终回到起点。 整个旅程将耗时四到五个月,飞机预计于今年夏天飞回始发地阿卜扎比。 在长达3.5万千米的飞行途中,它将降落12次。 途经中国时,阳光动力二号会在今年三月下旬和四月中旬,分别在重庆和南京停留。 选择中国重庆和南京作为停靠站,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地方没有太大的风,气象条件比较好。 出于整个行动的考虑,我们需要考察天气,考察航线。 当然,中国是我们整个航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这是我们启动横跨太平洋航程的起点。 这一段航程是我们第一次实现几乎持续一周的飞行,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天气非常适宜的地方,南京就是一个理想的地点。 同时,它离海岸的距离非常地适中,所以在权衡之后,我们选择了这里。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先生就是我们江北机场的塔台的负责人。 那么为了迎接这个阳光动量,咱们机场方面做出了怎么样的准备呢? 它那个飞机翼展比较宽,有那个70多米。 但是我们现在使用的那个跑道的话,已经符合它的要求了。 它落地距离,跑道距离只需要800米,而我们的跑道有3600米。 它的那个跑道宽度需要40米,而我们的跑道有45米。 主要是这个飞机它是用那种超轻质材料做成的,然后又因为它的那个翼展比较长,面积比较大,受风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需要固定在地面上或者停在室内,这样主要是保证它的那个情况安全。 我们所在的这个机库是重庆方面的机场,为了迎接这个阳光动量所特别搭建的。 我以前经常在一些比如说电视上和照片里看到过这个机库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等我真正站到这里才觉得这里实在是太大了,真的。 从这头到那头真是走过来都费劲,甭说往这里面走了。 估计也是出于考虑这个阳光动量2号这个极宽的宽度所特别设计的。 万事俱备只等飞机来临,可由于气候因素的影响, 原本抵达重庆的时间一拖再拖。 2015年3月31日凌晨1点30分, 这架万众瞩目的阳光动量2号终于出现在了雷达所能观测到的范围。 现在它距离我们已经仅仅只有几千米的距离。 我现在就要离开这个塔台前往迎接现场, 去见证阳光动量2号降落到重庆。 我现在就已经到达了这个阳光动量2号马上就要降落的这个机库。 这个机库呢也是我们重庆机场为了这次活动特意搭建的。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阳光动量2号的这个位置啊。 这里是我们的机场, 然后这个小红色的这个点就是它。 距离已经很近了, 但是现在因为现场的风力很大, 所以我们无法预测它具体的这个降落时间。 不过你现在看一下现场这些有趣的人吗? 这后面两辆自行车, 大家可以猜猜是干什么用的? 它就是为了到时候这个飞机降落, 马上降落到地面的时候, 这两个自行车会分裂这个飞机的两边, 然后负责引导它准确的进入到这个机库里。 再经历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等待, 在北京时间2015年3月31日凌晨1点35分, 经过了22个小时昼夜不间断的长途飞行, 阳光动力2号终于出现在了摄像机的镜头当中。 大家现在顺着手指往天空中看, 那一溜这样的亮亮的, 它很宽的一盏, 这个就是咱们期待已久的阳光动力2号。 它现在马上就要落地, 它现在高度还是很高, 我们一会儿静观它是如何降落到这个跑道上的。 它对气象条件要求比较苛刻, 不光是风, 还有包括如果说下雨的话, 对它影响都特别大。 风的话, 它给出的给我们的资料是, 顺风的话只能承受2米的顺风, 1.5米的顺风, 那个逆风的话只能承受5米的逆风, 侧风也不能大于2米。 这次旅行中可能是最有趣的一段, 就是我快到重庆的时候, 当时的风速比飞机的飞行速度还要快。 所以当我逆着风飞行的时候, 飞机是在倒退的。 所以我在重庆上空倒着飞行了两个小时, 这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在夜色中你只能依靠你的仪器, 而它们都在显示你正在倒着飞行。 所以当空管要求我汇报航速的时候, 我说航速每小时30.04千米, 但是这是倒退速度, 空管赶紧问我需不需要救人, 我告诉他没事的, 我这属于正常情况。 万众期待的阳光动力2号, 终于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 可是由于受到风力的影响, 飞机迟迟不能降落, 所有人都在焦急的等待。 在经历半个多小时的等待之后, 飞机终于成功地降落在重庆江北机场。 这就是我们即将落地的, 我们天空中的太阳精灵, 阳光动力2号。 现在从我们的镜头中, 已经能够看到在机翼两边的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的功能除了为飞机导向以外, 还好就是因为它翼展太长, 很容易就发生侧轻, 所以这两位骑自行车的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需要一手骑自行车, 一手给它通过一个辅助杆, 扶住这个翅膀。 从缅甸飞往重庆, 是这次环球飞行目前为止距离最长的一段航程。 当飞行员皮卡德打开舱门的那一刻, 本次飞行计划圆满完成。 那么在这一至关重要的航段中, 皮卡德又经历了什么特殊的情况呢? 在最新这段从缅甸到中国的飞行中, 我其实一点都没有睡觉。 因为我之前有过这样的训练, 而且我需要不停地调试飞机的手动驾驶, 调试供养, 调试自动驾驶。 所以真的一点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这就是你之前所训练过的内容。 有趣的是, 当你处在一个舒适的区域里, 比如家中, 你有一个习惯的日常起居方式, 你需要睡很多觉, 吃很多东西, 这些都是个人习惯。 但是当你在探险的途中, 这一切都反过来了。 在探险中, 你舍弃了这些日常习惯, 远离了自己的舒适区, 你发现自己其实更有执行力了。 睡觉和按时吃饭都不是必要的了。 这也是为什么探险是有魔力的, 因为它促使你比平常性能更好。 阳光动力二号成功降落重庆, 完成了本次环球飞行至关重要的一段航程。 同时, 两位飞行员还积极参加了当地的科普活动, 希望通过这次环球飞行传递清洁科技的意义。 他们希望把自己的这种理念传递给更多的青少年。 过去这几天, 我们在重庆的几所学校和机构开展了许多活动, 也在许多学生教授眼中看到了他们对于这项活动的兴趣。 能够让年轻一代被我们所从事的这个项目所吸引, 这让我们备受鼓舞。 成为一架承载人们梦想的飞机, 这也是整个阳光动力二号项目的目标。 几天后, 阳光动力二号又将飞往南京, 从那里, 它将迎来本次环球飞行中最长, 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段航程, 从南京飞往夏威夷, 之所以说是最南航程, 原因在于该航段直线距离为8500千米, 预计飞行时间将达五天五夜, 横跨整个太平洋。 在这段航程中, 飞行员基本要不眠不休, 只能每隔三小时休息20分钟。 面对如此清晰的任务, 两位飞行员在起飞前会接受怎样的特殊训练, 在新的航程中又是否会配备新的高科技设备, 请继续关注《走进科学》关于太阳能飞机, 环球飞行的后续报道。 您喝的水干净吗? 怎么知道干不干净? 空气指数看PM2.5, 安全饮水指数看N1, 记者一度调查将告诉您好水在哪儿。